其实断尾呢,一般都是发生在10天,也就是复生10日之内的 那我们都会建议到10日之内呢 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痛觉神经发育还不是那么的健全 然后除此以外呢,也是因为体型比较小 断尾之后的一个创伤度会比较小 所以你们会发现可能断尾啊,也就是断尾的那一刹那 那它可能痕迹痕迹,之后呢又恢复到了找奶吃狗妈妈肚子 这样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 所以疼痛这一点上而言,对于那么小的小股呢 可能影响并不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另外一方,就是抗感染 因为大部分的一个断尾呢,都是通过手术断尾呢 毕竟是不在切面的 所以每天要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清理 我们还要警方狗妈妈总是在那边舔着的伤口 所以我们清理起来要更加平淡一点 只有这样呢,才能保证伤口呢 清洁度比较好 然后找盒呢,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证 小推士,断尾一般都是发生在十天之内的 首先痛觉神经发育不是很健全 然后体型比较少 断尾之后创伤度比较小 可能断尾一刹那会哼接哼急 之后有恢复到找奶吃的行为 疼痛感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需要注意抗感染 每天进行药物清理 预防母狗去舔他的伤口